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的目的不仅是介绍现状 比如说新冠病毒是怎么回事 它是怎么传播的 为什么那么危险 那也是让孩子更加理解待在家中的必要 待在家中就是自己对战胜病毒所做出的贡献 那对于小朋友呢 他们能够成为病毒斗士也是非常酷的一件事 创作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紧急 我之前创作过不少绘本 甚至绘本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是它的用词是非常讲究的 它要用最通俗简单的语言 来表达深意和力量 那绘本最重要的是图文相得益章 那一些可以用这个图画来表达的内容 就要用图画来表达 它的翻页节奏 情感的把握都需要反复推敲 那这个绘本虽然看起来文字少 但是却非常的耗费时间 那这本书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 那让我觉得这个文字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于是我想到了和美国的作者合作来完成英文版的办法 我写好了大纲 大概做了一个很粗略的一个分镜 然后联系到一位华裔作家马松菊 邀请他来撰写这个具体的文字 那他是一位获奖的儿童文学作家 他和我一样是出生生长在中国 然后到了美国来读书和工作 他在美国出版过英文绘本 并且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那他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邀请 我们一起来创作这个绘本 在松菊创作文字的时候 我开始做一些插画的线稿 那松菊发来完稿之后呢 这个时候美国的形势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在三月初的时候 美国政府一直宣扬的这个抗病毒的办法 还只是洗手 那到了三月中旬 很多州都已经陆续颁发了这个居家令 或者叫做原地隔离 他不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封城 但是政府呢 鼓励大家都尽可能的待在家中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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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去画滑梯 不能去 呃 博物馆啊 不能去和好朋友玩 甚至不能拜访爷爷奶奶 这是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 啊 那我就根据最新的形式调整了文字 加入了更多待在家里的情形 让小朋友知道待在家里 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那这样子就更容易的理解 突然的转变 明白只要待在家中 你就可以成为病毒斗士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那根据最新的情节和内容 我更新了分镜 大约花了五天的时间 完成了这个二十多幅的彩色稿件 然后花了两天的时间 完成了设计和排版 那我和马松菊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合作完成这本书 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也非常的高兴 能够贡献我们自己的 这个创作的力量 我是马松菊 病毒斗士的作者之一 非常荣幸 有机会和才华横溢的 我会听女士一起合作 一个这样有意义的项目 非常感谢上海凤凰 一和给我这个机会 当我刚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 题材好 时间紧 责任大 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听 爸爸妈妈的话 但是他都特别听老师的话 也都特别信作家的话 因为孩子们觉得他们都特别有知识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我感觉责任大 我一月份开始关注武汉的情况 一直看国内的医生 比如说中南山院士张文宏教授 他们的经验分享 也看了世卫组织的这个新闻发布 和美国CDC的建议 与国内不同的是 海外啊 美国啊 等一些国家 因为西方文化 他们没有 只有生命的人才戴口罩 那一方面是因为 这个口罩短缺 需要把 维数部的口罩留给医务人员 那防疫措施中 就没有强调戴口罩的重要 那我就是综合了这个 国内和海外的理念 文中提到了戴口罩 但是没有强调这是最重要的办法 也留给了这个家长 更多的空间去给孩子来解释 这个现象 那对于其他措施 比如说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尽可能待在家里 多吃水果 维生素C 保持健康等等 也是最大化了国内和海外 这个抗疫措施的一些共同点 我们呢 写的东西必须有科学依据 不能误导孩子 不认子弟 所以呢 在写之前和写的过程中啊 我呢 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特别是最终啊 以美国疾病控制防治中心 推荐的做法 为最后依据 而且在我订稿之前呢 也请家里学医的人 给我做了审稿 在我们这方面呢 尽最大的努力 所以呢 在这个发布之后啊 一个在临床医院实验室工作的教授评论说 他可以证明我们所有给出的信息和中稿 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都是正确的 我感到非常欣慰 还有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的一个挑战呢 就是说这个疫情一直在变 在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呢 过程中呢 那个时候呢 学校还是上学的 所以呢 我画了一些篇幅 就是来 告诉孩子们 最好用挥手来打招呼 不用要用拥抱啊 或者握手 而且在学校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呢 不要分享餐具呀 水杯呀之类的 然后呢 后来在 就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关掉了 所以呢 又加了很多啊 婷婷加的这部分 就是在加的时候呢 你怎么做 学校关掉了之后 你能怎么做 还有原因啊 就是说我要提到一点 就是说我和婷婷的这个合作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进步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的合作 非常成功 一块 我们的都特别开明哈 能够听取对方的 不同的意见 除了传播 疫情相关知识 我还希望小朋友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这个抗疫的行动中来 因为本来对于小朋友来说 不能出去玩 不能和朋友见面 不能去博物馆 科学馆 不能参加派对 这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他们只需要待在家里 就能够做出他们的贡献 他们也是病毒斗士 是抗击病毒的一部分 那么他们会更加主动的愿意这么做 那另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全社会都需要参与进来的事情 科学家工人 快递员家长孩子等等 都需要做自己应该做的部分 这是一个全球的都要需要共同应对的危机 所以插画中孩子们的形象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肤色 虽然疫情让大家都暂时的隔离在家中 分隔在各地 但是人类的信息是互通的 精神是相互鼓舞的 是需要共同面对共同努力 去共同应对这样一个危机的 那么最后一页是地球也凸显了 全人类共同努力 共同克服困难 共建地球这样一个精神 我一开始的结尾是 祝每一个人都平安健康快乐 然后呢 现在的结尾是挺挺假的 所有的人无论眼睛 一起享受这个美丽的世界 我觉得非常好 给这个一种全球感 世界感 谢谢 财女婷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题目 一开始我起了这个题目是 叫什么是新冠病毒 怎么战胜它 然后呢 婷婷说 这个题目太长了 然后呢 想了一个我们一起 这样的一个题目 书名 我又觉得好像是有点 针对性不够强 后来呢 就是在婷婷的这个时候 希望有上进精神的这几乎上 最后 财女婷在发布的头一天 想出了这个病毒斗士的这个书名 我觉得呢 这个很切体 也特别反映出 现在这个精神 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上 这种情形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 奋斗不去 的精神 婷婷的绘画呀 特别清新温暖 给这个书啊 增添了很多特色 很多小朋友说 学到了很多知识 比如说什么叫做 COVID-19 就这个新冠的英文名字 它是怎么得来的 然后这个疾病 为什么危险 是怎么传播的 以及待在家里 大家都能够做些什么 那么很多读者来反馈 本来小朋友是非常焦虑不安的 那么通过读这本书 他们了解到了前因后果 现在就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起更加主动的去 要求待在家里 去成为这个抗击疫情的做出贡献的一份子 其实很多大人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焦虑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从一月份就开始关注武汉的情况 所以我对目前的这样子 海外的一期其实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但是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 他们之前并没有关注这个事情 那么忽然封城了 说大家都要待在家里 然后小朋友不能上学 当然也都要在家工作 他们对这个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也是非常的焦虑的 那么通过看这本书 他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前因后果 而且这个书有很多的积极的 积极向上的一些力量和信息 他们也会有一种贫富焦虑的 这么一个作用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理疗师 他也向我分享了 这个读书的一个读后感 他们就说读了我们的书以后 他还分享给他的病人 是因为这本书分享了知识 也让他们感到的力量和平静 又更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个疫情 这个带来的影响力是无价的 那么作为这个图书的创作者 还有什么比看到读者这样子的高评价更高兴呢 作品就是为了给更多的人带去力量和美好 在这一非常时期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 应该做的 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相信风雨过后 美好的未来很快就会到来 那时候我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游玩 和邻里拥抱 和所有的人无论远近 一起共享这个美好的世界 我呢 可以想象这个一个特别慈爱的母亲啊 孩子坐在他的腿上 一起来读这个书 然后妈妈呢 微微道来 看着这个温馨的画面 给孩子解释现在的这个情况 然后让孩子感觉一些安慰 然后使孩子感到一些啊 就是信心 感觉一种信心 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基本呢 达到了这个目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书啊 在发布之后 这么短短的几天内呢 就收件了啊 从全世界各国家呀 收到了很多作者呀 或者还有读者呀 都来给我们发信呢 要自愿请 因为要把我们的书呢 翻译成他们国家的语言 和他们孩子 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书 这个呢 就是对我们的最好的肯定 也是最大的欣慰 我们呢 都面对同样一个危机 以同样一个疫情 我们呢 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赢这场战役 而且 有这些 全世界所有的小 疫情斗士们和我们 一起战斗 我们一定会有 现在我们有了 英文版 中文版 法语版 和希腊语版 还有西班牙语版 挪威语版 丹麦语版 和意大利语版 正在制作中 尤其这个意大利语版 它是意大利 被加莫地区的一位作者 找到我 主动要求翻译成意大利语 因为觉得这本书 所带来的知识 和力量 能够给 意大利的大小朋友 都带去 很不一般的 力量和瓶颈 所以我也是觉得 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自豪 能够 创作这样一个绘本 让世界各地的人 都能够 从中 得到美好的力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